君生我未生 我生君以老 君恨我生时 我恨君生早 这个有年龄差距的爱情 有的时候就是非常残酷 是 我只是不想让一位新娘伤心 这是很简单的最后一点渴望 你在的Google本是干嘛 我来之前我回去跟我妈妈 告诉他们我们以前的那个 结婚真是假的 我要现在要跟他办一个真的 我就圆一个梦 圆他的一个梦 圆我们的一个梦 我说你还是把户口门给我 我说我不管怎么样 我都要嫁给他的 我不管怎么样 我都一定要跟他在一起 反正我扫了他我活不了 我妈没办法 但还是把这个给我了 15年前 因为父母坚决反对 拿不到户口的亡人 和李乐明 伴李章假的结婚证 从此相如一路 生活在一起 但15年过去了 两人都始终无法实现结婚的梦想 自从丈夫被查出妙毒症后 王云再次恳求父母 希望能堂堂正正地成为 李乐明的合法妻子 而母亲 以最终被王云的坚持所打斗 把户口本给了王云 那么 李乐明今天会来到现场 接受相恋15年 相差16岁的恋人 王云的求婚吗 王云 赵丽我要问你三个问题 第一 李乐明如果今天来了 不为所动 依然坚持自己的看法 你怎么办 不管怎么样 我还是要坚持嫁给他 不论他怎么想 如果他知道自己的病情了 他不愿意看着你守活寡 他不愿意跟你 成为所谓的名正言顺的夫妻 怎么办 那我还是要陪着他 那我还是要想办法 一定要想办法嫁给他 我在做一个最坏的打算 他今天不光不答应你 而且不要跟你在一起 他不想拖累你 不希望让你看到 他最后的时刻 要和你分开 请问你怎么办 他想和我分开 没那么容易的 我一定要纠缠他 我一定要跟他在一起 没有那么多 他反正跑不掉的 请把手放在你的案件上 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开启告白之门 开启告白之门 王云 你听到了他的脚步声吗 不要回头 你觉得他来了吗 你感受到了他吗 我感受了 他来了 他肯定会来的 他肯定会来的